因为我也不太会 我在公司面写过一点 因为Facebook用react 所以我写过一些 但是主要就是一样化葫芦 对 然后就是你要有一个概念 就是说一般来说我们做projects的话 因为你不是面试 所以你不需要是说 我这些所有的都懂 就是我都要一步步 按部就班就学习 然后把它记住 主要就是我要做什么事情 然后一边走一边去查东西 然后一样化葫芦 我们就今天做一下 这个一样化葫芦就可以了 其实可能比你想象简单 主要还是给你一个概念 它其实也有个YouTube视频 但是我还没有看 就是我只是给大家一个概念 说这个东西怎么 大概是怎么样一回事情 OK 他就说 我这些一般来说不看 就是说他说 他可能说他之前做过一些别的项目 比如说做什么Santa Tracker 还是Summer Road Trip Map 就有点Toy Project 但是我们尽量做一些比较贴近现实的 比如说这个Coronavirus的这个Map 就是说就有用的对吧 然后他说有这两个工具 一个是Node或者是Yong 你看到过这个NPM 是不是看过 OK 反正就是NPM就是一个Node Package Manager 跟JavaScript有关的 就是Node呢 你可以认为是JavaScript的一个framework 就是大家老说framework 然后中文翻译是框架 那不太理解 但没有关系 他就是你可以理解是说Java跟JavaScript有关的一个东西 那么我们先就 他既然说我这里应该已经有这个NPM 我这里应该已经有NPM 我是不是有 对 我这里已经有 我之前装过 如果没有的话 你可以装一下NPM 或者装一下这个Yong 一般人说你可能点进去就好 然后他这里呢 他说还要有一个GateBees CLI 对吧 就是 那么我就点到他的网站去看 OK 其实 有的时候 你可能说有一点为难情绪 就是好像说 这个到底是什么东西 没关系 我不管他什么东西的 我们只要能用就可以了 我就点进去 点进去了之后 你们有问题的话 随时可以打断我 那么我就看一下 那怎么安装 对吧 首先我想看一下他怎么安装 OK 他说NPM install 那就是说用NPM去安装这个东西 我管他这句话什么意思 对吧 就是安装吗 安装就是 他这个CLI就是command line 就是命令行 他好像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GateBee这个人 他自己就是说命名创造了一个新的就是工具 然后他很自恋的把这个东西用就是用自己的名字 而且我甚至怀疑他应该不叫GateBee 他只是幻想自己可能是GateBee 然后他说我们在执行这句话 意思就是什么呢 好像是把它做好的一个 Leaflet这个东西下载下来 然后放到mycoronavirusmap这个文件夹下面 他这个呢 这个我已经是下载下来 所以说你可以运行这一行 我已经做过这个事情 我可以把这个删掉 其实他这个Leaflet应该就是给你一个地图 因为你不可能说自己去画这个地图了 他就给你一个现成的就是地图 然后你可以移动可以放大缩小 然后在上面放一个个pin或者什么 Leaflet是什么地图 就应该是别人做了一个 就是地图那样地图的工具 就是你可以直接用的 嗯 为什么我这个听不了吗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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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我弄完这个地图之后 他说 嗯 他说你这个Gatsby的网站呢 已经公式化了 嗯 他说你可以开始工作了 他说你可以进入这个map 啊不是进入这个map 就进入这个文件夹 把CD就进入这个文件夹 然后Gatsby 他这个命令好像也是很简单的吧 就GatsbyDevelop 意思就是说哎呀 我可以开始开发了 然后他就开始运行 你看他这个还有一个转完转 OK 然后他就告诉我们呢 说这个 这个就是你你的网站 什么意思呢 就是嗯 不用太深究啊 就是说这个localhost呢 意思就是 是你本 就是我这台机器 因为你一般比如说你访问网页的话 你比如说打 打比如说facebook.com 或者freecode 或者google.com 你是去别的一个网址的吧 嗯 那如果你你这个网站 我现在还没有发布到别的地方去 我只是在我这台电脑上 嗯 那我这台电脑就是我的server OK 那么我这台电脑的 电脑的 比如说IP地址 你输进去的话 你你可能不知道 就是你IP地址的话 就跟你输入这个localhost 是一样的 localhost的意思就是 我是访问我自己 对吧 可能说 是这样的 就是说我 我自己呢 是有一个地址的 就像 室友的电脑也有个地址 我把它输入进去 然后我说打8000 意思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他的电脑 然后开放一个端口 可以让我们去访问 那我现在我没有把 在他的电脑上装 我只是在自己的电脑上装了 对吧 运行了 那么我自己电脑 这时候就变成我的这个server 就是 然后呢这个就是我自己电脑这个网址 然后你进去发现 已经有这个网友了 暴露了 暴露地址了 是吧 但他就给你一个大概的 对吧 就是因为 OK 所以说这个呢 是他送给你的 然后我们再看看他要干嘛 那个东西我们 不需要自己去见 你说这个呀 对 这个相当于有人做 已经做出来了呀 所以说你就想 就是你做project 你不存在说 就是这么说吧 他如果是open source 就开源的话 他意思就是你可以抄袭 不是说可以抄袭 就是你可以用它 对吧 就是你做项目的时候 你完全可以用别人已经做过的东西 然后呢 嗯 这个就是他说的liflet 对吧 liflet 是别人做过的东西 对 这个是他们送给我的东西 为什么经常有人会 你们会碰到就是被踢出去那种感觉吗 好 那个 就这样吧 然后 ok 那这个 这个不是我们想要的 这只是个地图 对吧 但是我们想在上面加一些东西 加一些信息 比如说加什么信息的 就是coronavirus 我也没有错这个步骤啊 就是说我就看看 他要干嘛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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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如果没有说话的时候 你就把那个自己muse 这样 要说话的时候 你再把那个麦克风打开 可以 to be started we are using to spin up ok we want to make sure index 所以说呢 他的意思就是 没关系啊 看饿了会更饿的 我把这个 特地把麦克风打开了 笑 ok 等一下 他可以听到我声音吗 可以可以 可以 没事 没事 ok 那我就把刚刚那个文件夹 别人的文件夹是拖过来了 对吧 他就说他让我改了一些东西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我只是个地图而已 对吧 我啥信息都没有 那我就把这个 他说 sauce里面的这个pages 这个 index 这个呢 是这个文件 他就是 是负责主页的 啊 负责显示主页的 然后他说这个map effect 这个函数 你不用理解啊 就是 你不用懂就是javascript 反正他就是个函数嘛 是吧 反正就是个函数嘛 他说get rid of everything here 嗯 他说 对 所以说他把这些全删了 是吧 为什么 不知道 就是他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 这个是有人写的一个摸板 我大概知道了 就是他这个呢 他说 这个 here is 他说 being used to zoom in and set up a pop up on old 就map effect 这样这个函数做的事情 就是你还记得我们刚刚 一打开这个网页啊 他会卡 就聚焦到我们的位置的吧 嗯 他现在就是去掉这些的话 他就不做这个事情 嗯 你看 他就不做这个事情了 对吧 神不神奇 你删掉的是 就是显示自己的 聚焦的那个问题 就是你还是可以手动进去 而且我为什么跑到Worhington去 anyway 就是 他就是把这个删掉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可能不需要这个功能 啊 不需要那个 对 对 不需要这个 然后呢 他说 如果我们把这个 Variable定 把这个Variable定 删掉了吗 你看我也是 这个 这个 我也不知道他干嘛 就看一下 它是这么多的 对 对 对 我们这次不想要有marker this time so let's remove marker component 就是 就是做frontend 比较好的事情是说 你相当于说 我每次 每做一个 我要看看我 有没有work 嗯 怎么办 你去东路上 对 对 就看一下对吧 就我瞬间就可以看到 他的意思是说把那个marker 也去掉 我们再看一下有什么区别 诶 这次那个marker没有了 是吧 对 对 因为我刚把marker去掉 因为他说不需要marker 然后他说 这些没有了之后 他可以把这些去掉 就有的时候 比如说你用 他说这个 use reference 不用 然后marker也没有用了 因为我们刚刚根本没有marker 然后 然后 说这个 所以说刚刚的那个就是 他原先的那个code 他是他以前写的吗 嗯 还是他拿的 他就是说他是 呃 可以说他写的 对 我也不知道是 应该是 可能叫gatsby 那个人写的吧 然后 嗯 他写了之后呢 嗯 就是他只是 对开圆了 就是他那个只是一个map 而且那个好像 他这个 例图好像挺多人用的 就是他说是 我们可以看 gatsby 这个 嗯 到底是个什么家伙 他 其实主要是这个 主要是这个 V flat 就是你看他就是 一个open source的 就是说 库 就是library 就是说ok 我就是库 library就是一堆code 就一堆code 然后 有不同的 不同的功能 对他就是 我这个库 就是给你一组功能 什么功能呢 就是我 就mobile friendly的那个map 就是说 哎 我这个就是提供就是说 地图 对吧 我可以显示地图 你可以缩进啊 然后在上面放这个pot 啊 这个就是pin 对放那个pin 然后 为什么我说pot 然后放了pin之后 那个你可以去改动 根据你的需要去改动啊 他说 你看 什么github facebook pinterest evernote 什么都用这个东西 因为大公司也图便宜嘛 就是用不用 对 只要放那几个logo上 就看来就很厉害了 对对对 也不知道到底用没用 就是反正就是 他说用就用吧 对 但是我们自己做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些东西吧 嗯 你看他这个 他这个vscode 还是挺好的 你看他这个time to zoom 他其实要删除的这些东西 你看这个zoom 要删掉 但是他这里有点淡 淡蓝色的啊 嗯 意思就是这个东西从来没用过 所以他告诉我要删掉 为什么从来没用过呢 因为我们刚刚删掉了一些函数 我们刚刚删掉那个函数 用了这些 对 然后我现在删掉那个的话 我就不用了 那有点厉害 嗯 是的 对 就有点厉害 但是他很好解释 他那一个变量一个verbal的名字 那么长 啊 是啊 time to open pop up after zoom 啊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你这样好理解啊 这完全就是time to open pop up after zoom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就是zoom in了之后 嗯 对吧 什么时候他弹出来 那个对话 这是你的位置 什么的 他有一个delay 对 这个 你可以设置比如说四秒钟 啊 就是四千毫秒就是四秒钟 对 他就是意思就是我这个参数是这个用的啊 可以写前端跟后端没关系吗 没关系 就是逻辑啊 其实前端只是说我这个逻辑是控制 UI的东西 对吧 后端就是说 是说 相当于是说我控制的是数据啊 存储那些 ok 那我把这些不要的都删掉了 嗯 那我看 那我看 如果我看hack reactor的那些课里面 嗯 他那个辩量能不能都写超超 啊 因为为了让人理解是说 ok 就可读性要比简洁更重要 尤其是你比如说写了很多东西 你看我这么 他有好多法 对吧 就是好多法 你可能以前写的自己都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了 那就很清楚 就是对 ok 虽然说有点啰嗦 好像我们已经做到第二步 我们总共也就私了 是吧 没干啥就这样 ok 他说我们要这个 要用Novo Coronavirus的 就是 就是这个API 他说 因为这个API呢 他现在是有人做了之后 就是他会去拿 就是拿 拿目前那个 他这个API就是去 相当于我们自己没有 Colonavirus的就是数据 对吧 那我们要问别人拿吧 对吧 那咋办呢 那我发现 诶就是说 有人开发了这个 是吧 有人开发了这样一个东西 那我得用它 这是什么东西 就是有人写了一段code 专门去收 就是去拿这 Colonavirus的data API API的意思就是说 就有点像是说 他写了一个function 我们可以去call那个function 就是当这个function 他这个function 只是你可以理解成 他就是一个function 所以说我要是说 别人跟我说 什么什么什么的API 意思就是说 啊 这不是你自己 你是从别人那 对对 其实你可以把API 理解成说external的function 就别人的function 对 就叫API 就是说以后看到这个 就知道根本不是你的 哎 他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要去用别人的一个API 比如说我要去拿 推特的数据 那我自己肯定没有啊 那这个东西 像那个什么报刊里面 都说那什么code 嗯 嗯 放 ok 然后他说这个 我可能没有这玩意儿 我不知道 那个行不行 我不知道npm行不行 他说要就是装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是帮助你去call一个API ok我npm也可以install 然后呢 他说要restart your server 其实我也不知道怎么restart 就这样 不是 不行 我把Cmd C好 我再来 ok Ctrl C 这样都可以 但你看他这也还会告诉你这个 Warning 就比如说他这个里面有一个L这个东西啊 就是从来没用过的 嗯 他这个还挺智能的 就是他自己也这个也会帮你检查 而且你看他这里就success 就是你在写的时候 他不停的在检查 就是就是像就是说有人在一直唠叨那种感觉 嗯 然后我们现在应该装了这个东西 那是他说 他这是不是这个人难道用了中文的引号吗 有点不可思议啊 这边引号明显不对啊 不是英文的引号 嗯 OK 然后他说 我们把这些呢 嗯 我们把这些 就是要去拿这个数据 对吧 要去拿这个数据 OK 我们就把 原来他 一楼的这个网站做的什么事情 我只是相当于说是去zoom了对吧 而且就是受个ping 我们现在不是 我们现在呢 是说一打开这个网站 我做什么事情呢 去把这个信息调过来 那这个信息 他的 这就是他的server的地址 这是他的server的地址 那所以说这个信息是人家已经做好的地图吗 还是说这些里面 嗯 这就是数据 它是数据 能不能看一看这个地方 那个这个网址 对啊 哦 这个网址 这是什么 啊 不知道为什么这些起这个名字 嗯 嗯 你看 它其实不是一个网页 对吧 它是一段数据 是全数据 对 但是你可以直接拿 但有些API可能靠起来比较难 麻烦一点 它这个靠起来很简单 你可以认为 countries 是他的一个参数 嗯 就是说 一字就是说 我是要拿按照Country拿 比如说你可能拿 哦我要拿总数 或者比如说有个Total 或者什么 对吧 嗯 可能是说你看他这个的话 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别的 嗯 他这个好像是哪里来的 什么 我不管他的这个 那为什么那个网站上 直接去全数据啊 因为他 他就不负责 就是他没有做UR 他没有做就是前端 他不是无时不刻都在update吗 他估计也是去别的地方去拿 对 比如说他可能去接就是John Hopkins 或者是他会告诉你 他有个就是说他 他不是说无时不刻在拿 而是说当你访问他的时候 他又去 嗯 这个为什么 为什么我叫iPad 还是谁叫iPad 嗯 为什么有的时候会出现这个 我已经拼了 ok 好 看不到 真的有人叫iPad 对 看不到自己感觉有点慌是吧 对 好 就感觉被黑了 然后就是这个上下头 在干别的事情 就是我的意思是说 他应该是说 你看他 就是说你在访问他的时候 嗯 他又去别的地方拿 他并不是无时不刻在拿 而是只有你访问他的时候 他在 他在给你 嗯 所以保证是说你拿到数据 就是当前一刻 对吧 ok iPad咋的 我是iPad ok 嗯 好 有没有人在wait吧 啊 没有啊 哦 你说有没有人接受 对 ok 好 所以我们现在做到这一步的话 我们就去先想看看就是说 我有没有拿到这个数据 对吧 因为我们这里数据的话 你 就算不懂Gavascript 你大概也知道 哦 我好像去去get 嘛 我就去这个网址去拿数据嘛 对吧 那我现在还没有把它这个数据 显示出来之前呢 我又 我现在还没法把它显示 但是我想先看看就是说 我有没有拿到 对吧 就是我 我遗漏的这个page 我有没有拿到吗 遗漏的page 就是一打开这个page 遗漏的是吗 漏的漏的漏的 你以为是英语词是吧 ok 没有我是遗漏的 为什么会遗漏 ok 那我们看一下 看一下 看一下 看在这里 他照眼说 我应该会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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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应该在这里 就是我们可以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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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要在这里 才行 所以说 我其实并不是很清楚 是说 我怎么去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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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我觉得还是这样写的 ok 我还是这样写的 我觉得他应该就是在这里写的 应该要在还是要在这里写的 就是我不是很清楚那个用那个地方 这句话其实就是print 对吧 在别的语言里面就print 意思就是什么呢 就是我load的时候 我load的时候 我load的这个page的时候呢 一打开这个page 你就去拿数据 那拿到这个数据呢 你把这个数据打印出来 对吧 但打印出来呢 他会打印在console里 你看 就是他打印出来 就是这些数据 说明你已经拿到了 对吧 就是我在本机在这个网页load的时候 你看你已经全部拿到了 比如说cases或者说 那你在那里面 看一下这个 嗯 回去 嗯 那里面的时候是从这个网址上拿到的 对然后你看拿到了之后就是拿到结果 就是response 放在response里面 这个变量里面 嗯 对对对 这个其实我也搞不太清楚什么意思 他好像是只是把它拆出来 对 那你为什么不直接console.log response 但response可能是个object那样的东西 对 就是你看他是 就好像是把response解压那种感觉 对 他就是把它放到了一个 变量里面 对对对 你可以认为他就是说放到一个array里面去 把它转换成一个array了 对 你也可以看就比如说你可以说 ok 我就 log 这是response 你可以看他什么 啊 okok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我知道他大概什么意思 就是你拿到response呢 他里面不仅是data 嗯 ok 就是他 这是我们刚看的data 他还有一些status 什么 就是说你 现在你去靠别人的api 然后他会告诉你说还有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比如说 哎呀他这个是http成功了呀 比如说或者是哎呀 还有或者是有别的error message啊 或者什么 就是一些背景信息对吧 就是 哎呀 什么 就是形象一点嘛 就是 但是我们现在只需要data 所以他刚刚只只弄了data 对吧 ok 好了 那我们第二步已经做好了 第三步 他说 那我现在这个data呢 我是就 这些data的话 我无非就是一些 iPad 为什么可能iPad每次是第一个 所以每次就有人新的人加入之后 iPad就变成第一个 ok anyway 嗯 没关系啊 iPad 然后 现在我们就拿到这个数据嘛 就比如说什么中国美国什么的 对吧 嗯 看这个美国多少人呢 就说 哎你看哦 他这个其实挺详细的 他这个update的 应该是告诉你是说我update的时间是什么 哦 这是时间啊 对这是时间 反正像是中国1号码啊 158 对 应该他是说是从公元多少年开始到现在有多少秒 用这个来代表当前的时间 对 从公元到这个公元可能多少年 就是UTC零年可能比如到 公元在哪 不是 我是正在问你公元 就是零年嘛 就我们现在是公元制嘛 现在是2020年了 ok 啊 他的意思就是D零年 我从什么时候开始算 从D零年开始到这个数据更新的时间有多少秒 用这个来表示他这个更新的时间 对吧 应该是多少秒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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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已经说好像不是 那超秒吗 我怎么有点不信啊 对 ipad说好像不是 对啊 是秒啊 你不是说是秒吗 但这个数据不对 我就记得 you next time step 没这么大 这个太大了 你看这五万多年了 他认识电话 肯定不是 什么电话号吧 就是我怀疑是毫秒 我怀疑是毫秒 我们如果这样算 你看啊 如果他这个commute就好 哎 真的是毫秒 他是按毫秒 就是说明这个数据啊 是 4月6号 2020年4月6号 穿越了 不对 他是UTC时间 所以说PST时间 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 4点54 可能就是9点54分 大概5分钟前 5分钟前那个的 对 他是5分钟前update的 对 那他怎么会update的这么厉害啊 就刚刚那个东西呢 但是他自己他可能自己在呃 做一件事情吗 就刚刚那个全都是数据的那个网页 他自己会不断的update 哦 有人提示了 不是从公元零年 是从1970年1月1号开始 到现在 那差不多嘛 对 就这个意思就是说 他是按照多少秒 啊 我们不研究这个了 其他都好理解的吧 就是today cases total cases 33万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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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现在有这个数据 他显示不在图上 他没用啊 对吧 嗯 想办法把它显示到图上 所以他现在就开始做这个事情 他说呢 嗯 就是说把这个 如果说 我发现这个人是不是中国人啊 因为你看他打的这个引号都是 但是我都每次要修改 他这个引号是 感觉是中文的引号 你试试是中文的 不就知道了吗 难确实 是吧 你看 Gatsby 你看同样是中国人 啊 你就在搞什么 搞什么 没事啊 我还省省力了呢 有人帮我弄了 对不对 没什么想 OK 所以他这个做的事情就是 你看他这个 你不管他这个语法啊 他就说说has data 就说啊 如果有data的话 没有data 我就先返回了 对吧 有data的话我就继续看 嗯 对 我就继续看 嗯 有点甜 然后 这个呢 他就是把 有用的信息拿出来 就是什么有用的信息啊 你想我要把它显示到图上的话 我其实要知道这个国家的什么信息 编号啊 对 你得知道他位置啊 嗯 对 就是 就是那个什么 lentitude和longitude 维度 哎 精度维度的啊 所以他这里就把精度维度拿出来 然后把一些就是死亡数或者什么拿出来 可能有些信息我们不需要 比如说你什么这个test了多少人呢 或者是什么 呃 什么时候更新的呀 这些东西都跟着国家走了吧 对对对 但是我的意思是我只拿我有用的信息了 对吧 OK 所以我把这个信息拿了 拿了之后 OK 我们这样的话 所以我们是做这个事情 他这个就出来了 他就出来了 OK OK 我可以 好 这么回事吗 怎么也得return 这个就这个 这个 试试卡 试试卡吧 我这个的确是拿到了 但是呢 到底来说我会在上面显示 但是他没有显示 但是他没有显示 所以我在想 他这个东西 到底 哦哦哦 但是说 我们现在不是拿到这些数据吗 嗯 然后你如果把这些数据就是copy了之后呢 如果把这些全部copy下来呢 我也不知道怎么全部copy下来 然后那次我不知道 对 就是 你在干嘛 啊 他现在我们现在吧 就是 就是说把这个数据 那些数据拿下来 就是 嗯 把它分成 一个是他们的位置 这个国家的位置 另外一个是说 这个国家的信息 疫情信息 对吧 OK 我们拿好了 然后他的意思呢 是说 这个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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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把这个输进去的话 我们把我们刚刚 就是拿到的这个信息 比如说你这个 呃 这个信息输进去的话 那么你就会得到呢 这个feature collection type feature 你就会得到什么呢 properties 这个是properties 我们来试一下 我们比如说以美国为例哈 我们把这个过去 好盲目 这个是type 算了 就这样吧 嗯 我的意思是说 他有点像是说 嗯 有点像是说 如果说我先不搞这个 他这个 因为我不太清楚怎么 copy 这个 他意思是我们现在不是拿到这个数据吗 嗯 这些数据 如果你去jojson.io这个网站 如果你把这个数据 刚刚拿到的数据copy进去的话 你可以在他那个网线上显示数 这么多点 嗯 你就可以看到这些点 但是我现在不太清楚怎么copy这个东西 所以我们就绕过这个 OK Anyway 所以我们现在拿到数据了之后呢 我们要做的一个事情是什么 我们现在已经知道是说有哪些网 就是地区的吧 有哪些地区 并且每个地区呢 是说是呃 什么位置 什么座标 嗯 对吧 那我们现在要干嘛 把地区的那个确准和什么的 连到一些 对 就是我要在这个地图上画出来 对吧 比如找到这些位置 然后这些位置 然后然后给他一些pin 是吧 对 然后你知道你过去的时候 你才能看到 对对对 我才一个个pin出来嘛 所以其实你看我们前面写的部分 其实跟UI就没有什么太大关系 对吧 就是呃 现在开始才是说真正的那个 那你看他这个code的话 我们把这个code进去 那code干嘛呢 这个code就是 就是说把每一个国家呢 按照你刚刚拿到的这个位置啊 嗯 按照你刚刚拿到的那个位置啊 去就是说 呃 OK 比如说我对每一个国家 拿出他的地址 哦 不 拿出他的那个就是坐标 然后在这个坐标上画一个pin 然后呢 根据这个pin 就是这个地方国家有多少个病例呢 写一个数字上面去 嗯 这么一些事情 所以其实你看他 他这里都是在处理数据 啊 他这些都是在处理数据 比如说啊 如果cases是比如说是 大于一千的话做什么 对吧 然后呢 这个 这人真的好奇怪啊 我在想他 如果他是中国人 然后他用了这个引号 那他 当时他跑的时候是怎么运行的 嗯 没有错 我能把脸上面打两个引号 哦 对 但是我好像还是有点不对 哦 这个 这个是用那个 他想用的是写引号 我觉得 应该javascript里面 这种是用写引号 你还记得javascript里面好像有一种写引号 嗯 会打 会直接打 对 对 他这个其实是 你看他这里用了一个html 就是你所有UI的那些 比如说我这里显示个一行字啊 那里显示一个image啊 其实都是 就是html 就是说 html是 另外一种language 是可以说是最简单的language 就是 它其实就像是 比如说你看这个list li的吧 意思就是说 第一行是 要显示confirmed 第二行要显示death 第三行要显示recovered 然后这个strong可能是说粗体或者什么 然后recover的后面显示recover这个数字 recover这个变量recover的就可能说recover了多少人 这个数字 对吧 OK 所以这就是html 然后呢 JavaScript负责的都是说我把这些数据处理来处理去 并且什么时候显示这个html 在哪里显示这个html 对吧 HTML JavaScript也是 是他的后端 你可以这么理解 或者说 JavaScript是控制的那个人 是控制 就是html 就是我就显示 我就只会显示 嗯 对 OK 然后你看这里有点乱 塑进有点乱的 我可以在 那个 vscode里面 就是 比如说我圈中这一部分 当然我可以圈中所有的也可以 然后就format document OK 就是束缚多了 是吧 所以说他这个呢 就会给我们这个marker OK 我们现在先试试看 我们先不管他下面一个啊 就是 诶 怎么挂了 嗯 define never used 哦 我知道 我前面不小心把一个L删掉 尴尬 嗯 对 但是我不是很确定 这里 他应该这里是不是可以点 我不知道vscode 可不可以 在这里帮我返回这个事情 诶 你看 帅气 他可以告诉我说 revert 这个地方可以revert OK 这样我就L了 那我就没错误了 因为我刚才是有一些错误了 其实 还是有一些错误 把我把有一些东西删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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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东西我没有用 为什么会没有用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没有用 这么大一段扣了是干嘛的 嗯 这一段是干嘛的 这一段就是我们刚刚说的 就是 把 就是 嗯 比如说我有100个国家 我就generate 100个html 每一个呢 可能就是一个pin 然后把这100个html 显示在这个上面 嗯 对 哦 我知道 嗯 嗯 其实这里有这样一个事情 你漏作的东西吗 对对 他就是我 generate 这些 那个之后 我其实这个 我只是用了这个 生成了这个 这一层 就你还记得 你们画图 就是ps啊 或者什么 就一个图层 对吧 嗯 他这个就是说 意思就是我 generate 一个图层 那个图层上是 pin 对吧 OK 但是我没有说显示 还没有把这个图层 加到这个map上去 那自然不行 对吧 OK 哇 你看已经出来了 是不是 这是什么 但是呢 这说明什么 我们是显示的pin 就为什么是显示的这些东西 但是你显示的东西 不对 格式不对 对吧 那么这时候我们就要 你看他做了一个事情是什么 css css是负责什么呢 是就是说负责style的 比如说这个字要的多大 然后呢 什么就是 然后呢 还有就是这个图片是什么颜色 我这个image 我这个image是就是多少大小 他负责这个事情 那我们就把这个assets就是style sheet component 嗯 嗯 这个是什么东西 嗯 这个是什么东西 你说这个啊 嗯 它这个只是代表是说它是css file吧 只不过css可能说你要写成css的话比较长 他就 css是什么东西 嗯 它其实也是一种css file css就是说你就像javascript和html一样 他负责的事情是说你看啊 他就是说他负责都是每个ui的element 比如说我是一个ping 它是什么颜色 然后呢它的间距是多少 他负责这种styling的东西 那你看他每个 你看js就是javascript 嗯 对 rb就是ruby 对 然后python的就是python 那这个东西它是一种语言吗 不错 它是一种语言 它就是一种语言 不是啊 所以说前端它比如说一般来说就是html css javascript 可能有php 可能没有php 对 对 现在几乎是你如果写网站的话 几乎是为一为三的就是语言 就是一定是这三种组成的 就是除非是非常古老的那种 那可能是php写的 然后这个东西负责它的art 他要把这个 你可以理解成负责它的style 比如说你这个文章写好了对吧 那么 你这个文章写好了 这个不是夹的 是夹的 就是说你文章写好了 但是你还没有去定义说 我这文章里面比如说 字体啊 字体大小啊 间距啊 这些东西 那他什么时候定义啊 他是在 诶 他怎么已经这样了 诶 他好像有一些小问题 你看他是显示出来了 但是我们好像 他显示出来的是一些code 就说明呢 你看他一顺 就至少这个是做到的 是吧 这个确实是对啊 但是这个标是不对的 标你看 你看你仔细看一下这个标的话 他会显示的是case string什么的东西 对吧 也就是我们那句话被解读成一个 他以为他就是我就要显示那句话 是吧 那肯定有问题啊 对吧 就是 而且你看你format document的时候 他这一段就没有format成 就说明我们这个有点问题 就说明 诶是这个 那是不是说什么 不是这个 这个没问题 这段没问题 但case string那段有问题 就这个有问题 啊我知道了 这个要行 是吧 因为你要用变量的话 其实是这样 这个加上dollsr那个是 要显示里面的内容 对对对 javascript是这样 诶 他而且你看我都没刷新 他就这样了 但是有的为啥是这样 有的难道还有slice的东西 嗯 我改了 诶现在这样 诶 对了刚刚说什么 发生什么了 啊就是 我刚不刷新的时候 他有一些变了 但是有一些没有变 所以我刷新了一下就全好 对 我现在就把这个 引号改掉 就说明 这个时候他真的是去拿那个数据 否则他是literary显示这一段 对吧 ok 然后我现在就显示这个case 我们可以看到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 这美工啊 为什么就只是这么点 他好像只是按国家的 哦 那其他的地方 为什么那个地方那么多国家呢 这个啊 对啊 好像就是那么多国家 真的假的 真的 但是他这个 他这个吧 那你我们想了 这好像太密集了 有些东西对吧 其实你还可以自己去做一些improvement 比如说我们可以把 比如说cases在 10以下的删除 就是 就是说是去掉 至少10以下的就是那个圆 变小一点 对对对 或者说对啊 或者说我去掉或者什么 那这个你就可以自己去做 是吧 就你等你学了javascript之后 你就可以去做 就是但是 这个就是逻辑了 没有什么 任何问题 完事了 对 然后就完事了 哎 但是他这里还有一些别的东西 他的意思是说你一开始出现的位置 可能 这你跟别人说啊 然后你有些东西再改一改 比如说你网上还要显示什么 对吧 就是你比如说我这个我不要买gatsby 或者什么 哎 干嘛呢 就是 你把这个改一改 或者说 你再去看看他那个API 能不能拿到 就是地区的数据 不仅仅是国家的数据 对吧 哎我发现他这个 怎么亚洲的就没有了 那个不是 你这个地图变成好几个地球啊 亚洲不在那边吗 他这个地图有点 你不能继续放大 这些方法就有问题了 对 对 对对对 OK 反正就是差不多这么回事情吧 对 这个是有的 对这个 而且他做了一个事情 你看他其实处理了 就是说如果说我大于一千的话 我就是写多少k 好 就美国 这不是你回到code OK 你可以go over一下到底是哪个哪个 因为现在看 还是有点乱是吧 那么奇妙的 OK 好 我们刚其实呢 我们只改了Map effect这个东西 Map effect呢 就是说 相当于说他 我是说从头 从头是吧 哦 那个你学了javascript 就懂了 但是 你第一步被import OK 这么说吧 import就是说我比如说有一个外来的 就是我要规定说我这个file里面呢 我要用哪些工具 我得把那些工具拿出来 嗯 比如说我要用react 我要用helmet 我也不是谁知道helmet 那l l 比如说我就说 我 我要这个liflet liflet就是那个负责显示地图的 对吧 我需要这些工具 OK 我需要import一下 这样的话他load这个file的时候 他会说哦 你要l是把握签去把要拿过来 那liflet 你看那个东西 嗯 他是从网站上拿吗 我们是刚刚我们在电脑上下载了这个liflet 其实 哦 对对我们其实是下载了这个liflet liflet相当于一个工具 对对对 你可以认为它是一个软件 对 只不过它是软件没有任何界面 它就是 它 但是你给它一些参数 它可以帮你显示这个地图 对吧 OK 那么 呃 所以说这些都是liflet 很多都是liflet做的 对吧 然后呢这个呢 我们呃 这个呢就是index page呢 是显示index page 就是主页的意思 嗯 他是去 这个 是一个变量 就是说哦 就是这个index page 然后他说 到时候说导出这个index page 就是我先定义一下index page 主页上面应该显示哪些 这个变量呢 就是你可以理解成整个一个网页啊 在这里面就是一个变量 嗯 对 就他就说啊 我我现在这个 呃 index page 是怎么拿到的呢 就是 接下来所有的这些内容 帮我generate出来 所以说你的意思是说我要写一个网页 然后我先告诉你这个网页 然后我再去写它 呃 我的意思是说 我要用一个变量来代表这个网页 对啊 啊 对啊 就叫index page 对 在定义这个变量 对 在定义这个变量 就是他看上去是一个网页 但是他也是用就是那种程序的逻辑去写的 就是哦 我也 我任何的element 他其实都是一个变量 嗯 就是我一个ping 他也是一个变量 也是一个object 这就跟你之前学的就全部联系起来了 对吧 嗯 ok 然后这个呢 他有一个函数叫做map effect 他专门做 可能是有人会去用这个东西 他专门做的事情是什么呢 做的事情是说 我 你看他上面写了 就是这个page 一开始显示的时候 呃 他会去调用这个map effect 这个函数 然后你这个map effect呢 你就要去填充说 你还记得我们一开始删除的那段 嗯 他做的事情就是zoom in 然后显示你自己的ping 对吧 嗯 现在呢你要去把它改成什么 我要去拿 我要去拿这个coronavirus的数据 然后把它显示出来 是吧 这个就是我们去调别人的api 去拿这些数据 是吧 嗯嗯 ok 然后接下去呢 是说我们 嗯 这个呢 就是拿这个data 然后我们把这个data里面有用的拿出来 就是归类成说 ok 我有一个country 这个有一个data json json这个数组 然后呢 这个数组呢 他里面就是 每一个元素呢 代表一个country 每一个country里面呢 既有他这个country的坐标 又有这个country的数据 是吧 嗯 feature 比如说properties 它里面存的是数据 就geometry 存的是它的坐标 对吧 然后这个 然后呢 我又定义了 然后我这些呢 又是把这些数据进行再处理 怎么处理呢 就是说 我从这个property里面啊 去把这些数字全部拿出来 然后呢 我去把它去说 呃 因为我这些数据 数字 我只显示数字没意义了 但是我要去define一个东西 就是说我怎么显示这个 你看这个框框 对吧 我里面你看 你还记得他写什么strong 什么的吗 confirm strong 意思就是说啊 我这要显示一行字 confirmed 嗯 是粗体字 然后后面呢跟上这个数字 这个国家对应的数字 death 跟上这个数字 所以说呢 为每个国家呢 我都去创建了一个object 叫做html 里面呢是用html这种语言 定义的就是我这个UI的元素 嗯 对吧 ok 然后呢 你看 然后他这个UI元素呢 我利用这个UI元素又创建了一个marker 这个marker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 就是指的是这个一个圆 一个圆 他这个marker包含两件事情 一个是说这个marker本身 还有它上面显示什么 对吧 另外一个呢 它是还涉及到什么呢 还涉及到 是说我移到这个marker上去之后 我要显示什么html 你看 他这个l呢 就是代表一个 就是他l.marker 就是说 其实意思就是说我要创建一个marker了 对吧 这个marker的地理位置 就是lentitude lentitude就是精度维度在哪 他还take一些什么参数呢 就是这个icon 嗯 这个图标 这个图标呢 就是说是这个icon 对 然后呢 icon里面 你上去的话 还要显示什么 就是你刚刚写的html 对吧 嗯 ok 那么然后呢 我这个行为数呢 就是说go.jsonlayers add to mac 就是意思是什么呢 我刚刚 这一层啊 这一个图层 这个图层就是100个pin 对吧 我要把它加到这个map上面去 嗯 对吧 map就是指的我原来的这个map 其他的都是他原来写好的 嗯 对 原来写好的 那些就是负责就是 那比如说 这一部分啊 这个header啊 然后 还有就是显示这个图片啊 他就去问leafnet去拿这个东西啊 还有显示这些东西啊 都是要code来定义的 对吧 对对对 他当然把leafnet的code应该全部放进去了 就是说如何显示这个图片 然后他有哪些就是marker 嗯 能够显示marker 就是 就是说你能够把这个layer放上去 其实它是已经有了一个功能 只不过你要去define这个layer 对吧 嗯 OK 所以说其实看上去好像做个网站也没那么 简单 没那么难 没那么简单 没那么难是吧 对 是整个步骤没那么难 但是 其实你不觉得最难的步骤是 最重要的步骤是去找到可以给你用的这种 现成的东西吗 对啊 我刚才又想说你那个就是你找的一些case 那些data 你知道哪找啊 啊这个你去网上搜索 总有人去做这些事情 比如说比如说打个比方twitter 他会公布他会开放一个API 就是说就说哎你们来调用我就可以知道twitter每天的hottopic了 他是有这些的 只不过你拿这个数据你去把它显示出来而已 对 那拿到数据就像刚刚那样配的事情去吗 就调用 调用了之后你要把它转换成一个个的UI element 你拿到只是data 对 而且他API会有说明说你怎么去调用这个API 那你说要是把它转换成就 graphic的东西的话就要像他买的 就是这个html做的吗 对吧 对当然你说你自己要去画一个这个marker可能比较难 那你就去找找看 你又去找找有没有人写过说怎么画一个marker 就可能已经有人写过了 你要用code去画marker吗 有可能 我觉得他可能写的事情就是说我去做一个圆 就是应该是css里面定义的 就是我画一个圆里面的 这个圆的半径是多少 然后它的底色是什么 然后它上面显示的字是什么颜色 然后它的阴影是多少 它其实都是在这里定义的 你看 那你直接调用你的image是什么 你要用image 但是你image是静态的 你怎么改它上面的数字呢 所以它一定要是一个code写出来的东西 凡是动态的东西 你就没法用image对吧 那你的意思是说上面那个是4啊 18啊 K啊 你不可能说 对对吧 你不可能说我一个数字 我就去找一个image吧 对吧 所以说这些东西你判断这个东西是静态的还是动态 你只要知道是说我这个东西是不是有没有可能变化了 那你就直接反正它是底色嘛 那你上面的那个数字你可以弄成一个透明的嘛 然后跟它粘到一起 然后那个数字 你这个不是photoshop吗 对啊 那你想photoshop它也是用程式式的 但我懂你意思 对啊 就这个东西反正它们俩粘到一起嘛 有的有的 然后这个东西我上面就数字我可以自己给 但是下面那个东西我没有弄 是 这个就看了 就比如说 那比如说我不想用原点 我想用一个特别fancy的 是 这是有可能 你可以作为一个background 你也是可以的 但你也要去找相应的code 是说 其实你也是去找一个UI的component 就是说别人已经写好了 就是有什么功能呢 就是它可以让你 它可以take一个background 另外一个参数就是你上面的图层 它take两个东西 就本质上你还是要找这样一个component 能满足你这个要求 但是这种用途太普遍了 肯定就是有人就是 some dude out there 就是说 就已经implemented这个功能 对吧 你只是要去找就可以了 所以说为什么就是你找信息的能力 和stack overflow是多么重要 因为就是做project 其实就是一样化糊涂 就是而且你想你有这个地图 你现在知道leaflet怎么做之后 你就把这个拷贝过来 其实换汤不换药吗 我可以做别的东西吧 比如说就是人口啊或者什么 对吧 你可以做任何你想做的功能 对吧 就这么对 那你那些什么 那些就是 你像app上面那种什么附近的人啊 你这样做的吗 基本上是吧 基本上 当然它那个可能复杂一些 因为它那个的话 你还去需要去收集每个人的数据 就每个人要上传自己的只有location 对吧 那你怎么上传自己的只有location 其实也是个API 其实你开了 你要有很多东西就是说 你要不要用app的时候开你location 那个东西不就是给你的 对 它就会在 如果你打开了location 那么你的手机就会向它的server 靠它的调用它server的API 就是它的API就相当于是一个function 就take一个GPS location 对吧 就是比如说默默的server就是take一个 就有一个API 然后你的手机呢 你打开默默之后就说 你ok 你就相当于说它 悄悄的就是调用 就是把你的GPS传给了那个默默的API 然后它就把它放在存在database里面 存在数据库里面 然后下一次比如说 对啊 就是你打开了之后 你就一看 你要拿的时候你就去问默默的另外一个API 就是读取所有人的geolocation的API 当然它其实不是读取每个人的geolocation 它读取的其实是在你附近的 那你其实server做的是什么 server做的逻辑就是说 我去找你的geolocation 比如说你是100多号100 我就去找比如说在100多号100 这个方圆5公里或者方圆5 mile以内的这些人 我数据库我筛选一下 在你这个geol里面就是说 geol里面就是说5 mile以内的人 把它做成一个list把它转换成一个array 转换给你 然后你的手机 你的木木APP看到这个array之后 再根据这些人的信息显示出一个人的头 就是你在我手机上装的那个东西吧 OK anyway 交交debug吗 你说JavaScript怎么debug吗 其实我因为对JavaScript也不太熟 我知道BS code现在可以直接整合debug 但是我一般的话 JavaScript我目前都是用console.log来debug 就比如说我想知道我这个data有没有错 我就可能说console.log 然后 但其实应该有别的更好的方法 但是我就是也懒得学那个别的东西 就是暂时还没有学别的东西 但是我们这段时间应该会去学 但是我的话 其实我觉得这个console.log也够用 比如说我就这样打开一下 然后你看我就把这个data打印出来 黑点一堆堆你就没有改进那个css吗 啊 你是不是把那个replace掉了呀 我是加进去了 那我觉得你可能哪里就是调用这个css的时候有点问题 我是加了这个什么iconmarker 我估计就是你在用这个iconmarker的时候 iconmarker就是就是去定义这个icon应该怎么显示 对吧 因为它就是去定义就是说iconmarker 就是也就是每个market的样式 就是 对 那可能我估计你这个html错了 对 我可以把这个打包 然后发在群里 你看看你写的跟我写的 我估计是哪里格式有点小问题 对 而且javascript的就是不好的地方 不能说不好的地方吧 就是说 它不像java和c++ 就是比如说你有的时候错了 它还是能显示出来 但是显示的效果跟你想象不太一样 它不会报错 看吧 还有什么问题吗 直接语音问吧 还有什么问题 我忘了说一个东西 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个东西 我们现在做这个东西 你说开源项目 其实我也还没有细细研究 但我觉得你可以去修一些bug之类的 其实你想你经营公司的话 你也是去修一些bug 比如说你可以 你可以做一些成熟一点的 比如说首先是说 你可以做clone的extension 因为这些因为是大公司做的 所以说他们的文档都比较详细 比如说 为什么这是中文 就是说你 它应该有一个developer guide 你可以跟着它做 什么的 就是对 它有这样一个tutorial 有点饿了 然后你可以从简单的开始 或者说你不会的话 有一些比如说 你可以去看比如说 Facebook的open source 那么它是有现成的 就是你相当于说 会比你自己独立做一个大的project 简单一点 为什么呢 因为因为你看这个Facebook的 不知道为什么叫hermers 是一个javascript有关的东西 然后它会告诉你说 有一些issues 对吧 你可以去issues里面看 其实就是一个bug 然后你可以自愿说 我可以帮助修这些bug 对吧 然后你就点开了之后 你就看看说 你怎么去修这个bug 其实你一开始可能不了解 这个code的情况下 你根本不知道 所以你得先从就是看code开始 但看code 你想不要说它那种大的project 我这个code有好多code 我到底从哪个开始呢 最好的看code方法就是说 你在这里改一改 那里改一改 然后你就 你就把这个漏的出来 看看有什么区别 对吧 我把这个黑色 红色改成黑色 就做UI 就这点好玩 你改一行code 它马上样子就不一样 是吧 嗯 然后另外一个是说 另外一个就是说 我们其实只做了一步 就是我现在是在我的 这台电脑上访问 对吧 那你想我只有 也就是说 只有我在一个WiFi里面的可以访问 比如说 你的手机上可以访问这个网站 嗯 室友可以访问这个网站 嗯 但出了我们这个家就访问不了 那那那有毛用啊 对吧 嗯 所以说你得 可能首先一个是说 你可以把自己的机器作为server 比如我们楼创那台机器 作为server 然后你设置一下 然后你去注册一个域名 导致别人可以用域名呢 就是说 就是访问 比如说smiles.com 就能访问 其实它是会翻译一下 翻译一下之后 你设置的好了之后 你就可以访问那台机器 是吧 然后那台机器就24小时运转的话 它就一直能访问到这个网站 你的意思是说所有人都能访问到 你访问 是吧 你访问 对 对 对我妈也能访问 你妈也能访问 对 对就是这个意思 还有一种方案 方案呢 有的人他可能电脑 我不想24小时开机 是吧 我总不能说我电脑一关 他妈网站就当了 对吧 那还有一种呢 是说 有这种 你还记得找大家老说云啊 什么云 云 还能做什么aws 对 其实你 他们在访问你的网站的时候 他们是去访问AWS 就是Amino给你提供的一个server 你只把这段code 放在那个server上面 对 当然他租用有一点费用 但是你这种 毫无任何运算量的 然后也不放任何数据 那他肯定租用的费用就很便宜了吧 嗯 OK 所以看起来也没这么难是吧 但是你要是自己从头到尾写的话 那就很变态了 对 但是project 一般来说不太可能就是说 空到尾写 比如说你看一亩三分地座那个 他其实我觉得也就是几个人 这个人就是说稍微有一点JavaScript经验 我这种可能都不算有JavaScript经验 就是说 哎我不知道他那个去哪了 他有地图的呀 我怎么进那个地图呢 我搜索吧 我搜索吧 好像那个导航里面有 右边 哦 我这样吧 这个吧 这个 他们做了一个 其实 我估计这种东西也是就是这个东西啊 你可以移上去 可以就可以变化 这个跟那个是一样的 挺像的 他肯定有现成的东西 他只是说把这个 他把数据导进来之后 根据比如说 啊 如果是三百以下五百以下的 我就显示粉红 对吧 嗯 我如果五百以上呢 我就显示 这个叫啥 就是那个叫浅粉红 这个粉红 如果人特别多的 我就显示这个 呃 红色对吧 然后人特别特别多 我就显示深红色 嗯 对吧 其实他就是这样一个逻辑而已 然后这里呢 我再显示一个table 当然这个table其实挺难做的 但是我估计他肯定也是用了一些现成的东西 嗯 嗯 只是说我的数据是用我自己的 然后这些图标我可能自己弄 嗯 像这种 你不可能所有的东西都自己做 这不可能 那种呢 table那种东西 基本上应该 挺通用的是吧 对对对是 肯定很多网站用啊 就是包括这种图 肯定很通用 你去找一个就是说 比较符合你需求的 然后 嗯 对 然后比较就是说 然后呢 又好用的 就行了 就是一样滑滑 然后修修改改 就是 但你要做这么一个网站 就是可能 嗯 也有可能 我估计也得有 七八千行代码 至少 可能一万 一万行 就是还是 他这个因为东西比较多 所以还是有一定工作量 他甚至有一些 这种应该很简单 这种应该 很多网站都有 对 对 然后他这些其实也 你想他这个地方 他肯定也是动态的 对吧 他肯定也是从别的地方去拿这个 包括说这个 他其实就是 他也是调用了个Amino的API 就是Amino给他这个 啊 你说我要做些这些广告 就是这些图片 什么 对吧 成做广告 Amino 你看 Amino提供广告 所以说 Amino可以给他们签 对 他就是 他是这样的 他是这个网站呢 去就像我们去拿那个 疫情数据一样 那个API一样 他就是去调用了Amino的一个API 他把这些图片呀和这些东西啊 都拿过来 啊 然后呢 链接都拿过来 然后呢 他就把在这个地方显示一下 嗯 然后 他呢 可能拿回来会有一个ID 比如说你这 Amino给你一个ID 然后你只要是说 你打开这个链接的时候 其实他可能后面跟了一串东西 你看AddID 你看到吗 脏兮兮的你看 就他给你一个AddID 其实你打开这个网页的时候 你去访问Amino的时候 Amino就知道了 你是这个广告来的 他就可以记录了 说哦 你是从一亩三分地点过来的 嗯 因为你有这个ID 我认出你来了啊 你是一亩三分地来的 我就给一亩三分地说 给一亩三分地发一毛钱 这样 这样的 对 其实也没什么特别的 是吧 你看这个网址里面都带着这些残鼠 他也不晓得掩饰一下 嗯 对 那你如果不干这行的话 其实就是掩饰啊 毛都看不明白 对 而且 对啊 而且他其实名字其实都暗示你了 AddID 嗯 OK 还有什么问题吗 对 其他的就是如何到 把这网上放到AWS啊 或者如何设置你的这个 嗯 server什么 这些我也还搞不太明白 可以下次再看 嗯 但是 所以做网上就挺简单的一件事情 是吧 嗯 OK 那就这样吗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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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OK 嗯嗯